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点是美国公民要先为自己的配偶申请绿卡 那么配偶变成公民之后再为自己的父母申请绿卡 另外公民也可以为自己的继父母和养父母申请绿卡 但是如果继父母和养父母是在公民18岁以后才结的婚 那么美国公民就不能直接为继父母申请绿卡 可以先为生父或者生母申请绿卡 然后等他们拿到绿卡之后再为自己的配偶申请绿卡 还有一点是美国公民必须要等到21岁 才能为自己的父母申请绿卡 例如有一些外籍人士来到美国短暂的工作 或者学习期间在美国生了孩子 身在美国的小孩就是美国公民 但是需要等到年满21周岁 他们才能为自己的父母申请绿卡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美国公民为父母申请绿卡的步骤 首先美国公民要为自己的父母提交130 如果父母是在美国境内 那么就可以同时提交485的申请 即使父母在美国的身份签证已经过期 但是如果他们当时入境美国的时候是合法的 那么照样可以为他们申请绿卡 如果父母是在美国境外 那么就需要先递交I130的申请 等到I130批准了以后呢 再为他们办理领事处理 就是consular processing 申请移民签证 就是immigrant visa 等父母拿到移民签证之后 用移民签证进入美国取得绿卡 那么I130处理的时间大约是半年 consular processing处理的时间大约是半年到一年 那么总体来说呢 consular processing的时间 要比直接在美国境内递交绿卡 时间要长一点 但是具有灵活性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在美国境内叫I485 或者在美国境外 提交consular processing的申请 最后还有一点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 跟我年龄相仿的这一代人呢 很多都是独生子女 那我们在美国工作和生活 以后我们的父母年纪大了 我们希望他们长时间在身边陪伴 我们也方便照顾他们 那么为父母申请绿卡 让他们移民来美国 在美国生活养老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 今天的内容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请继续关注我们新卫民律所的 YouTube视频 如果您有移民方面的问题 欢迎联系我们 我们的联系方式会在屏幕上出现 谢谢